大家好,我是麦子玄的讲师,我叫马西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第九讲 也就是那个独立按键的检测开发 那么说到独立按键的话 我们大概应该也知道一下它的那个结构 它独立按键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是一个处理器是不是 然后这里是一个按键 嗯,我就写一下这个 意思意思一下 然后这里输入进来 然后这里 这里就结一个D 那也就是说 当你没有按一下 当你没有按的时候 它就这里是相当于那个输入的高链屏 它这里会有一个上拉 那一般新一般处理器 它都有一个上拉电阻 就是上拉到VCC 或者它如果没有上拉 你可以这里接一个电阻上拉 上拉到VCC 这个也是可以的 如果如果这个芯片里面没有这个上拉电阻功能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加一个上拉电阻 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编程实现一下 就是说把它打开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那我这里就没有必要 嗯,我们用这款的话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不用这个 就这里就不用这个电阻 所以当你一按下零 以后是不是这里就零电瓶就直接进来了 是不是它就检测到零 如果没有按下以后 它就上拉到VCC 所以就说 没有按下的状态就是VCC 按下的状态就是零 这个就是判定独立按键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代码 我们是接到 你看我们的原理图的话 它是接到多少角 它是接到那个 第四 S1 接到那个第四几角 程序里面是接到那个 可以是零一角 是吧 零一九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 把它就是说按键定为01 然后剩下的AD23 把定义为不同的灯 是不是 因为这不同灯的 这输出方便我们观察嘛 按键 按键就干嘛 去控制灯 我们方便于观察 那么然后在第一个 二就是一 off就是零 关了一次 我就说一个红定 然后这里是一个演示的函数 那么 之前那个流水灯的时候 那个就是那个端口的功能啊 输入输出方向的控制啊 然后上拉 什么那种控制 我们讲过了一下 它就是根据不同的计程序 去设置不同的位置 不同对应的位的那个状态 灵活的要去控制它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我们就使用一下吧 就是讲一下程序的话 就是 这里就是跟流水灯一样的那个模式 然后这里就是初始化那个灯 对不对 这里是初始化那个按键 那么按键我们是是不是第019 019 第0 第0主角的第1号角 是不是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为什么取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为 因为它要设置为输入模式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是 采用二进制 那么我们是不是 零脚有8个位 是不是 那么我是不是第二个脚 是不是前面的都是要 嗯 前面都是要那个 嗯 关闭嘛 我们就可以 这样 嗯 可以直接 搞一个数字 然后不用取法也行 或者这里取法也行 我们就是 先 这样的 0 0 前面的都是0 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脚 我们就是01 是不是这个 0 第0号角 第0的第0 第0的第1号角 刚好是它 如果是位1的话 是不是输出 那么我们就取反 它每个取反以后 是不是就变成了 嗯 就是 就变成了这样的 这样的关系了 那就变成了 1111 1101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 其他的脚 都是 输出的 然后 就只有第二个 第0 1个脚是 输入的 那么就是这里的意思 0的取反 就刚好变成这个数字 然后02取反 也刚好变成这个数字 然后就是说 为1的时候 就刚好是输 为0的时候是输入 为1的时候是输出 那这里就是设置它的输出方向 是不是设置为普通LCO 呃 01是普通LCO 这个P0的DR就是设置它的方向 第0 0号就是它的一个收入 设为收入模式 那么呢 它的这里就是设置它的一个上拉 对 那个对吧 如果上拉的话就刚好是 这里是0的时候 也是刚好是上拉了 是不是 刚才不是说了吗 设置1 尤其是取消上拉或者下拉嘛 这里就是有那么0的话 可能就是上拉了 看见没 就是设置为1的时候就是没有 就是它的上下拉功能都没有了 要取消上拉输入上拉上拉 好的这是设为1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唯一就是说带上拉 那么端口可以配合以后我们就怎么去检测按键呢 和检测按键有 检测一个独立按键我们可以分为就是按一下 然后就是答案检测 答案以后我们可以分为长按或者短按 就是说你按的速度快一点就是 按下去马上放上来 那么这个就是答案 答案的短按 那么如果你按下去稍微时间久一点 然后再放下来 那么就是答案的长按 所以这就有的有的机子就可以 那种按键就可以实现长按和短按的功能 那么长按和短按的功能的话 我们稍后再再继续讲那个 嗯 长按的我们这里先以短按的为准 那么短按的为准 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按下去 他不能马上执行工作 我们要等他手放上来以后再去执行 是不是如果你不加一个手放上来再去执行的话 你每次按下 他都会一直在执行你这个按键的功能 要等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等待释放 等待手放下按键以后我们再执行 那么这里就是涉及的一个就是按键的释放 那么按键释放在这里 就是这个程序去实现 就是说嗯 当我一直按下以后 我就一直停在这里等待 那么我放下以后 然后他就马上执行 返回相应的按键的状态 然后我就根据按键的状态 去执行一个相应的东西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他按键按下 是不是可以等于0的时候是按下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按键检测的函数 那么就是if 如果按键等0 是不是代表在按下 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要搞个延时消毒 因为你当按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个波形的一个干扰 就会有一个尖刺或者下降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就点10个10毫秒左右 然后再去检测一次 是不是还是在0状态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时间内检测两次都是就是 防止是个外部的一个干扰的 所以我们就叫削抖 削是抖动吧 万一手在抖动或者有一些外部的干扰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向去实现去把它抵消掉 那么我们检测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代表是这个确实是有按键按下了 有按键按下了 是不是这个按键当前是0的时候 如果p是0的时候是不是非0 那么就是腰 腰了以后是不是外循环一直处在真的状态 真的状态是不是一直在这个地方 意思是等待等待 当你按键放下以后 是不是我k就为1了 k为1了以后 我是不是这里飞飞腰以后 是不是就为0了 为0了以后 是不是外循环就不存在这个状态了 然后我就可以 然后就返回相应的1 对不对 如果就是说第二次检测消毒的时候 没有进行下来 那么我就会跳出0 那么这就代表没有按键按下 然后这个如果第二次消毒 我还是在按键这样的状态 然后又等待按键释放完以后 我就返回1 就代表按键按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究竟的组函数的执行过程 首先 都用这一的都是要初始化一下 在v循环前面要初始化 初始化完以后 我们就延时一下 然后毫秒 然后这里也可以 不延时也可以 这里 然后延时不延时其实都可以的 然后这里就是if kscan函数 刚才他如果按下就是返回1 不按下就是返回0 如果这里为1 那么就执行下面的东西 如果为0就不执行 是不是 如果为0就没有 我就说按键没有按下 就不执行任何的东西 如果按下一次 我是不是打开1 然后再延时一下再关1 打开2 延时一下再关2 打开3 延时一下再关3 是不是 就是说要亮一个 然后关 然后再下亮下一个 然后再关 然后再亮下一个再关 就是每次按键按下 他会执行这个东西 然后执行完以后呢 他就会每次就是 这个是一个v循环嘛 是不是 v循环的话 就是说 嗯执行完这个v循环里面的东西 他又会从头又开始执行测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大概流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具体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设计 具体设计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可能要编译嘛 是不是 这个毋庸置意的都是要编译的 然后我们编译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然后再编译一下 嗯没有错误没有进口 我们就可以仿真看一下哈 然后我们全速运行 全速运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哈 看没按一次按键是不是亮一下 是不是 按一次按键 然后亮一下 按一次按键 按一下 按一下 为什么第四个按键是一按一下就亮了 因为从原理图上 我们一看他一按 是不是就把高电瓶把它接到灯上面去了 所以就是一按一下 他就会有个高电瓶接到灯似上面 所以灯似就会亮 每次都会亮 来 轮流的一二三轮流亮 亮完以后 按一次 来一次 看没 是不是 这个就是这个详细的一个 按键的一个检测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去处理一个长按和短按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可以那个嗯实现一下哈嗯我们可以定一个数组对不对我们可以定一个数组然后我们需要定义很多东西我这里我这里只写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啊我不去那个不去具体的那个运算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定义一些嗯变量 比如什么按键按键按键的一个少时间的控制哈啊但好了 这条按键的时间 我这里只演示一下 这是按长按的一个时间 短按的一个时间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k的状态 它的状态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有一个 我们在上面已经定义过的一个按键 对应的按键 这个k1 是不是 看我们到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一下 就是比如我们就做一个函数 k scan 是不是 k scan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长按短按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就if 如果k1 是不是 如果他等0的话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搞一个 这样飞在前面就可以了 就是说如果他按下 然后我们就 那个 他的一个技术就 就加嘛 如果他就一直加嘛 只要他按下 他就一直在加 然后就要判断 是不是 if 如果加了这个时间 是吧 刚好等于长按 是吧 我们就代表他此次是长按了 长按以后我们就把那个长按的一个标志哈 长按的标志啊 我们要也要红定一个标志 比如 in peh 喜欢你 质 是不是 dfi 就是 是Q pre-slung 为0x11 那就这么定义吧 反正是要自己懂的标识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状态 给当前按键按下的状态 是不是可以的状态吗 定 就是代表是扯字长安 如果把长安的状态给他 是不是 如果 然后 然后呢 alsf 如果他大于了以后 就把它默认为那个嘛 就是把这个弄过来 如果他大于 如果他大于长安了 那就把它 再加一次清零就可以了 再加一次清零的话 就这样没 加一个清零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它记得时间 再加一个就可以了 嗯 反正 嗯 各个人实现 每个工程师去实现 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法 关键在于你去怎么开动这个脑筋 去想一下怎么去实现比较比较优化 我这个的话也不一定是比你的好 你可以自己去想一个方法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就是长安的一个处理完了 这个就是长安的 是不是 对吧 就是如果他嘛 是吧 如果按键按下 然后他 然后就是按键按下 如果等他释放完以后 否则 如果 这个就是 我这他 没按下 是不是 没按下我再检查他的 当前的那个状态就行了呀 如果他大于 因为如果如果我刚好等以后 他就这个标志刚好给他 如果我加的这个标志 如果不等他 而是大于他 我就把它等他了 是不是 那我这个 他大于 那个他的place 10 大于那个他 大于他那个数了 那就刚好是 大于他的长安 嗯 这里不是这个哈 这里是这个 他大于他的长安的时间 是吧 夹一嘛 就刚好让下面这里判断 刚好大于他嘛 大于他以后他就清零 就行了嘛 他就计数的计数去清零 重新重新再等待按键 下一次按键的按键 再计数计时吗 看 这个清零就可以了 然后再检测 是不是 再检测一个长 长安或者那个 else 如果他小于短暗呢 那也我们也不要计数 也不计 反正我们就是 啊 如果是小于短暗 我们也是不认为他是在按下的 就是不进行任何的按键操作 然后把它清零 等待下一次按键出发 也是这个时间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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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就是有一个短暗了 是吧 有个短暗呢 短暗是怎么去实现呢 那么短暗就是 就是是不是它的按键时间 刚好大于短暗又小于长暗的这个 这个时间 那刚好就是短暗的时间 else 那么就是 else如果它 小于 长暗 然后这个就认为是短暗的过程 那么短暗的话 我们这个 把这个flag 是吧 一等短暗的那个标志就行 然后我们在之前的话 我们肯定要定义这个标志为一个十六金字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一样的定义一下 0x 那0 就定为22吧 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个之前的话 我这些什么 那u8呀什么这些我就不写了 它的类型我就不写了 反正 嗯 只要统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个你看 就不写了 如果等于它刚好是长暗 然后长暗的标志 是不是 如果 如果大于大于长暗就默认为它没有按下小于长暗小于短暗也没有 然后刚好小于长暗而大于短暗的时候 刚好就是那个这个标志 是不是 刚好就是短暗的那个标志 那么我们做完这个以后就是长暗短都出来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 以这里也要定一个长暗长暗短的时间 这里也是要定一个长暗短的时间 Defi 它定义为 比如 为多少 也可以定一个0256之间的一个时间 0x多少 5 8 5 6 都可以 只要找你的时间 那个对应就行了 不过这个你要根据它每每次调用这个这个函数 那个比如你做一个1毫秒的一个函数哈 比如哈 我的1毫秒的task 那么你在这里的话你每次调用 那么你在用这个1毫秒去减去运行这个这个任务这个按键检测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这样 那么就相当于 嗯 哎 搞错 paste 对不对 那么你每次检测这个地方 嗯 它就相当于1毫秒之行 这让我们相当于这里1毫秒加一次 那么你每加一次 那么你这里就是1毫秒 如果你说你长按短按要多少毫秒 那你在这里设置就行了 20 20对应是多少 你算一下 嗯 你看16进的0 20代表多少 代表10进的是30 那么就是30毫秒 作为短按 那么如果是56 56是多少呢 56对应的是 10进是86毫秒 就代表是长按 那么这里就刚好对应 如果你这里代表 如果是作为两秒 作为一个两秒的一个定时的一个任务函数 那么这里就是每次就是 刚好是翻翻了一倍的时间 那32就变成60多毫秒 80多就变成100多毫秒 以这个长按 那个时间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然后做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肯定做一个怎么去执行这个受设 怎么去执行它 那么怎么去设置一刻去执行它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短按和长按的标志了 对不对 我们就要去怎么去处理这个按键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函数去处理 这个函数怎么写呢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按键的 就是那个什么按键呢 就是那个这个任务按键嘛 K Task 我们可以用一个switch去检测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switch switch一个按键的标志嘛 我们把这个弄起下来嘛 我每次就判断它 如果判断它的话 我们就是它就有两种状态嘛 一种就是长按嘛 或者短按嘛 这里我就把短按的先放下来 短按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把它复制给它嘛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长按嘛 是吧 长按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把长按的状态给它嘛 因为每次是长按或者短按 都会把对应的状态给它 是吧 那么我们做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写 它那个还有一个就是defaults default break 这是一个switch的一个标准格式嘛 这里就是当每次去执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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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任务函数的时候 每次去执行的时候我都要那个是不是 每次去执行 它都是去检测这个标志 如果这个标志为短按的标志 那么我就执行短按的任务 如果这个是长按的标志 我就执行长按标志 那么执行完以后 是不是如果你不清楚的 还是下一次检测还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我所以我们执行完一个switch后 我们就把它清理一下 这就可以了 然后就整个就是就是这个独立按键的一个短长短按就可以出现了 这里就是长短按的检测 那么这是长短按处理的任务 就检测了这个标志标志短长短按的一个标志 然后短按处理什么 长按处理什么 处理完以后把这个标志把它清理 在下一次的时候又可以看到是给的哪一个长按数短按的标志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按键的检测就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怎么去做一个长短按的检测比较好一点 我这个的话也不一定比你自己想的好 反正你去想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